这个换台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烙铁鞋和市面上的通用 新买了 咱们试试 这些的几百块 新买的245烙铁鞋啊 这个是我以前的啊 今天看这两个啊 我要做鳄鱼夹 我感觉这两个应该好用 咱调到350多 往下按一下 快捷温度吧 看马上就到了啊 我感觉这个一字头 这叫5D 模样是这样 看这个应该是不太好用 为啥 这上面有遮挡 看这个挡住了 你这收不起来 老天你收起来 上面这个也挡 不过焊的话肯定也能焊 焊的话也能焊 我以前没用过这种瓶口的 然后呢就想试试啥感觉 这种一字的头不常用啊 一般用到什么场合呢 有用过的可以说说 我感觉这个场合不太适合啊 上面有遮挡 不过用的话你看也能用嘛 有的朋友说这个价格有点贵啊 其实这个贵不贵 你要看它的做工和配置 像这个外壳 全铝合金的都是CNC加工 并且阴际氧化出来的 非常漂亮 这个是加速了 一会再用这个一字头焊个香蕉插头试试 焊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样 瓶口这样按下去 先把这上上点锡 我这上已经上完锡了 这样按一下 OK 可以 这个是下面不放锡 这样放进去 然后按住它 然后焊锡对上去 我感觉这样更快啊 这样更快 更饱满 这样更好啊 你看 再焊个XT90仍然是350度 这样正好能按到这个祸口的 然后堆点焊锡 哎 这个挺好用 这个焊的也挺饱满啊 看另一次 这个线头部分是直接先度好锡的啊 你看这个瓶口直接能压到那个祸口那 这样挺好 像这个速度根本就不用散热啊 绝对不会伤到它 先看这个焊点 挺饱满啊 然后再看里边没有过热的痕迹啊 非常完美 直接换5C的马蹄头 试试 温度不变啊 仍然350度 这个角度焊这个行 这个不遮挡 正好 我个人认为焊这种夹子啊 还是这种马蹄头更好用 比那个瓶口的 那叫5D 这叫5C 等于前面直径都是5毫米的 用这个5C的马蹄头 再焊一下XT90 看这个也挺好用啊 这个温度这个时间 不散热照样没问题啊 你看没有过热的痕迹啊 焊这种电烙铁回温要快 并且呢 这个烙铁头适当要换大一点 用小K头的话 焊这个肯定是没有这个好用嘛 你看焊的不错 刚才用的是T200 下面是T300 它俩主要区别就是 第一屏幕大小不一样了 第二是T300 它可以支持双宫位的 同时插两个电烙铁手柄 并且呢 T300它是供频变压器供电的 上面T200是开关电源供电的 还有个优点 包括这个T80P也一样啊 它支持市面上这种烙铁头啊 不像有的厂家 它烙铁头是专用的 你想买些这些大功率的烙铁头 它没有 但这个呢 支持市面上普通的烙铁头 关于价格呢 现在正是活动价啊 另外你可以去比一下 同样性能 同样做工的价格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挺能打的 它这个外壳都是CC加工出来的 包括这个面板 做工都非常精细 这些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想了解详细参数和价格的 可以到橱窗里看看 包括这个T80P 都是活动价 现在买的话比较实惠 T80P和这个并不冲突啊 T80P它主打是便携 而且功率还大 接下来我会测试一些 这些大的烙铁头 假如你在我厨窗里买过电烙铁 喜欢某一款 我可以跟你说在哪买的 咱们下期见 拜拜